黄旭华向参战官兵介绍了 这艘艇可靠的技术指标和安全预案 同时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 保证试验顺利进行 黄旭华宣布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总设计师亲自下潜 出现问题及时排除 团队的情绪开始稳定 回到家里 黄旭华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妻子 下潜能否成功 能否平安归来 他要做最坏的打算 他也是有所工作的 他当然晓得生前的意义 生前的危险性 但是他知道我要生前他很冷静告诉我这句话 他作为一个总师 他有这个责任的 我觉得 这么重要一件事情不能够退缩的 我后来我才感觉到 他是给我一样 他压制他心里面的紧张 他怕我 以他的话 怕影响我的决心 我当时也知道 很有另外一种可能的 但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不可以退 试验如期进行 参战官兵登上核潜艇 整装待命 这艘每颗螺丝钉都是中国制造的核潜艇 能否在极限深度承受海水的重压呢 一百多一百七十个生命 落在我这间盘上 我是总师 挺得暗轩 不说一百多七十个生命 不要负全 我说我哪里不紧张 我说我心里面的紧张 你们每一个人超出国 但是我的外表 绝不能流露出来 一百米 一百五十米 每下前一个深度 就要记下有关参数 都很紧张 都很紧张 都盯着自己的岗位 谁不瞅着呀 都瞅着说 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 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 他就咔 不定杀手 再来咔 对此 黄旭华却波澜不惊 沉着冷静 他知道 这颗响声 是挺身 受到海水压力之后的 正常反应 作为总师 作为总设计师 在整个的 试验过程中的 对技术问题的把握 非常的准确 非常准确 有些技术问题 在不明朗的时候 我们都做了 非常充分的语言 试验成功了 黄旭华和一百七十多名官兵 何以流灭 这是世界核潜艇史上 中国人最有底气的 一张照片 黄旭华 让世界看到了 中国军工事业的 底气和胆破 哎呀 我觉得试验成功了 他们都可以回来了 我哭了 我终于认为成功了 他听到我 声声成功了 他就哭了 为什么他哭 因为 那么多天 压在心里面 那个 那块石头 一下就掉下来 这说明说 他的手脚 比我更精彩 我非常开心 感谢统筑 1988年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 水下发射两枚潜射导弹的定型试验取得了成功 这标志着中国完全掌握了战略核潜艇 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技术 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真正拥有第二次海基核打击 核威慑战略力量的国家 身前试验的结果令人振奋 但是为了这个结果 黄旭华整整奋斗了30年 也苦苦等待了30年 30年 一万多个日日夜夜 他没能回一趟家 也没能看一眼自己的父母 这是一个保密的 绝命的单位 进来 只要准备干一辈子 不能从东西出去 就算你放错误 也不让你出去 那在里面打扫尾声吧 第二 绝对不能 泄露你的工作单位 工作性质 这工作任务 黄旭旭华从事的工作 在当时是国家的最高机密 所有人员不仅不能回家 就连写信都不能透露半点信息 老三 你在哪里 做什么工作 老三 父亲病重 为什么不回来 老三 你忘记家人了吗 面对亲人的质疑和寻闷 黄旭华只能忍住泪水 把家书悄悄塞到抽屉里 难道我的心里面 这一点活动都没有吧 不是的 我忍住 我忍住 我第一 我不能向主持人说 我家里有什么事情 为什么 我和主持人 让主持人感觉很被动 答应也不好 不答应也不好 我这一切 我自己承担下来 我忍住 这是忍住的信心 我自己晓得 二哥病重 他不能回去 父亲去世 他不能回去 兄弟姐 姐妹都说 三哥不要这个家了 不要生他 养他的父母了 因为三次你们见面 没有回家 第一位们都在他面前 埋怨着他的三哥 大学一毕业 就不要家了 就忘记养了他的父母 所以他 他一直 他一直讲 听我妹妹讲 他一直讲 三哥不是这样的人 不会说大学不要 就忘了家 但是 三十年没有回家 他也难免有怨言 黄既然 黄既华的身份 部分解密之后 他终于可以回家了 从上一次告别 到这一次相见 整整整三十年 三十年 母亲记忆中 年轻帅气的儿子 此时已是花甲老翁 三十年 儿子记忆中 硬朗慈祥的母亲 此时已是九十三岁高龄 1987年 上海文会月刊 刊登报告文学 赫赫而无名的人生 首次公开报道了 中国核潜亭总设计师的 传奇事迹 黄既华把这篇文章 寄给了母亲 我母亲是一而再 再而生的 阅读这篇文章 是蛮女类似呀 我母亲终于 自豪 她在痛心之一 也自豪 她把我的弟妹们 还有她的子孙 召集过来 只说了一句话 我是老三 三哥的事情 大家要理解 要谅解 一而莫如如 母亲这句话 传到她耳朵 我哭了 有人问我 忠孝不能双切 你是怎么理解的 我说 对国家的忠 这是对父母最大的效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2013年 在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晚会上 组委会的颁奖词 是这样写的 时代到处是惊涛骇浪 你埋下头 甘心做沉默的砥柱 一穷二白的年代 你挺起胸 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 你的人生 正如深海中的潜艇 无声 但有无穷的力量 2017年11月17日 在全国精神文明表彰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 拉着黄旭华的手 请他坐到自己身边 这个曾经对核潜艇事业 做出巨大贡献的老人 获得了新时代的 至高礼遇和尊敬 搞核潜的坚定的决心 从头到底 我没动摇过 我黄学华 一定按照列宁 所说的这句话 要求自己 但如果要求我 把学一直流光 没有问题 但如果要求我 学一滴一滴慢慢流 一直流光为止 我黄学华能够做到 好毫无用 2014年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 在游易深海40年后 光荣退役 它住进了 位于青岛的海军博物馆 继续向后辈子孙 讲述那段 惊天动地的故事 但核潜艇的总设计师 却仍在服役 60岁的女儿退休了 但93岁的黄学华 一直没有退休 继续担任 中传重工 719研究所 名誉所长 每天上午9点 他一般先打一趟太极拳 然后会准时来到办公室 开始半天的工作 每周 他还要抽出一到两天 到研究所的新纸去看看 他没有专车 没有司机 没有秘书 他什么都不要 只关心核潜艇 今天如果组织上没有叫我退休 退下来 那我已经检查工作 做到我不能做为止 我不希望我再增加这个 增加那个荣誉 但是有一天 我的成果 得到上边的肯定 组织上的肯定 我非常满足 我非常地感觉到幸福 从五十五八年开始 一直到像今天为止 没有离开和前进工作 就是我离开 这一点我自豪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